说到了到美国旅游 洛杉矶往返中国的航线 在市场上竞争激烈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今天宣布 他们将从今年的2月1号开始 在洛杉矶飞北京的航线上 启用全新的B777-312型的客机 取代原有的747型的班机 希望能够更加地提升 在这条航线上的竞争力 这就是B777-312型客机 它是目前全球最大的 长途双引擎喷射客机 它的特点是更清洁 更环保 以及燃油效益更高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今天在洛杉矶宣布 从今年2月1日起 国航将在北京 往返洛杉矶的夜间航线上 启用这型客机 取代原有的747型客机 这是国航在美国的 三条航线中 首先启用这款客机的航线 现在因为说 我们每天执行两个航班 晚上的航班是983从北京过来 然后回去是984 6月1号开始 我们会把白天的航班 也变成777-312 近年来洛杉矶 往返中国的航班竞争激烈 国航表示他们启用新机型 就是希望在这条航线上 更加凸显竞争力 现在总体来讲 在中美航空市场上 大家都不断地在增加投入 除了这个班次 就是座位投入之外 更多的也是在服务 机上服务 那么我们也是 意识到了这个市场的需求 所以在不断地投资 购买新的飞机 像这个77312这个机型 应该我们一共是购买19架 目前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是在洛杉矶和北京之间 唯一提供直航服务的航空公司 预计启用B777 E312型客机之后 机票的价格 不会因此出现太大的变动 18台新闻 黄明仪 宋晓云 洛杉矶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 宋晓 Russians 字幕提供